歡迎鎖定前線板擺 我是鄧海鳴 說到今天八八節 但是臺北股市的部分 卻看到今天呈現了量縮的震盪 還好是開低走高 最後萬五驚險的守住 早盤一開盤是先失守萬五大關 市場還是擔心環台軍演會不會出現 這個持續延長的變數 這個問題大家還是怕 內外變數現在的夾攻 讓臺股萬五蹲低 蹲低能不能夠躲過飛彈 另外則講到了 真的飛彈都打不到的避風港在哪裡 今天我們要抓出來告訴大家 但最近土洋法人持續的在對坐 今天外資又轉賣台股了 上禮拜五才回補買超一天 雖然大買 但今天又轉賣 反而是投信對台股不離不棄 土洋對坐股誰才是老大 待會告訴你 再說到了iPhone14真的要來了嗎 聽說有可能下個月前兩場發表會準備要登場 那今天這個禮拜其實有很多重要大事 特別是電子股的法說會 而且都是重磅登場的法說 包括什麼鴻海這些電子五哥的龍頭股的法說登場 要怎麼看待會呢一一請教專家 好今天現場請到的是建成建成好 凱明好大丸 玉堂來了玉堂好 凱明好大丸 還有建峰建峰好 凱明好大家好 齊芬來了齊芬好 凱明好大家好 立刻來看到今天台股表現 台股今天是開低的先開低 一度回測一萬四千九百點 好在京賢有手 開低就走高 而且尾盤呢 還收在相對高點 以平盤附近做收 最後小跌十五點收在一萬五千零二十點 萬五驚險有手 只是這個成交量 這個量只有一千七百二十六億 這反而是今年的新低量 這個位置點出現低量 怎麼看 低量會再回測個新低價嗎 這要讓大家擔心的 真的為什麼是市場的氣氛 造成這種低量縮的情形嗎 這個量到底算不算特殊 還是說真的低量要見低價 大家也會說另外三大法蘭外資調節轉賣 二十三億 上個禮拜五大買兩百四十七億 今天是轉賣了二十三億 聽說期貨也大減多單 大家也要問外資這個禮拜的態度 是不是有變 還有投信 投信不離不棄 繼續買超二十億 今天是買超第三十二天了 自營商小買台股 總計台股三大法蘭小賣二點六億了 再說到了在今天亞洲股市的部分 今天日本股市韓國股市震盪持續走高 財報優勢的族群領漲 日本股市連續四天上漲 而且持續創了四個月的高 日股高高飛 韓國是不是呢 韓國今天也是創了近兩個月來的波段新高 傳出有條件的加入晶片四方聯盟 那個時候再看到今天的晶片股表現 呈現走高的表現 韓國股市上漲 來到了近兩個多月的高點 反倒是陸港股有一點點分歧的表現 陸股今天還抗跌 但港股卻拉回了 兩萬點大關是回測這個兩萬關卡的位置點 還算有手 但日本股市大陸股市的部分 維持著跌升反彈的續漲 再說到了在今天台股的部分 台股市開低走高 最後小跌十五點作收 一萬五千零二十點收盤 但是大家擔心的就是軍演會不會常態化 這是讓台股盲似在背的原因嗎 來看看今天台股跌在哪裡 跌在電子的龍頭全值股身上 台積電今天跌四塊 收在五百一十二塊 影響指數就三十三點 聯發科也是跌了八塊 影響指數有四點左右 反而看到了逆勢抗跌股 是中華電 是台大電 是富邦金 國泰金 還有台速四保 這些個股逆勢抗跌 是傳產 還有包括金融股的部分 那今天看到了 在重量級的法說會 本週就要登場的情況之下 龍頭電子股 大家秉息以待 怎麼說 反而看到強勢的族群 今天是以網通 還有包括光通訊族群 特別強 華新光漲停 波若薇漲停 光環也接近漲停板 表現強勢 還有最近 台灣的資訊安全問題 平平遭到攻擊 資安概念股今天也算是強勢的一環 再來講到的是航運股 國際貨櫃族群 各股都在走強 臺北股市的航海王 航海三王 貨櫃三雄 到底是不是還軟趴趴的貼平躺地呢 今天終於看到長榮回到了一百塊以上 一百零一塊 漲了一塊八 是不是有點火契機 陽明也在尾盤 油黑翻紅 萬海也留下了紅K棒 日K連紅 國際貨櫃股的強勢 值得注意今天航運族群的個股 資金比重有回到一成以上 這一點倒是要注意 有這個熱度出現 好 這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 但是講到台股萬五噸低 真的能夠躲過飛彈嗎 尤其是台股先低的是什麼 居然是量 這個新低量要怎麼看 來 裔棠 我覺得在新低量的部分 並不需要太過擔心 因為畢竟內外變數比較多 尤其來自於兩岸 這些所謂的政治面的變數 我覺得不管是外資或投信也好 自然操作它會比較降低一些比重 因為未來的變數很難說得準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指數在萬五 附近上下徘徊 代表說這個萬五或許是個壓力 但是看起來又像是支撐 因為就在這個地方上下不斷徘徊 所以我覺得新低量的格局 我會解讀就是說指數的空間 或者大型股也許不太會有表現 但是剛剛凱明掃到了一些什麼光通訊 網通 很多還供到漲廷 所以告訴我們中小型股 應該會是未來的一個主角中心 謝謝玉堂 那立哥請建成上來告訴大家 那建成你怎麼看這個量 如果撐得住 但是攻得上去嗎 力道上一定會比較弱 因為整個量需要更大一點 才能帶動這些大型股還有高價股 所以我覺得指數盤的格局會比較明顯一點 可能要等到下禮拜很多內外變數 還包括這禮拜陸陸續續離新之後 才有機會往上攻 要等到下禮拜 這禮拜慢慢的離起來 這禮拜也有 今天才禮拜一 下禮拜是很多財報都公布完畢 所以都會有影響 所以一直到下禮拜中旬以後 剛好臺子期也結束完畢 就有機會往上攻 好來看看這個禮拜的變數到底有多少 這個時候內外變數不是只有台灣內部而已 是內外變數很多 所以這萬五我們稍微的蹲低一下姿態 反而是好的 對 這樣才不會被打到 你蹲得太高 那個泡就打到你了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變數讓我們壓低一點 第一個 雖然下一次FED開會是在9月22號 現在是空窗期 但是那些官員很喜歡講話 每天都在講 對 很喜歡講 有一點數據 上個禮拜飛農數據那麼好 可能我要繼續升息 我覺得不大可能 重點在這裡 通膨的環境 這個禮拜就要見真章了 禮拜三嘛 10號美國要公布CPI跟PPI 物價指數 對 物價指數 應該 我的判斷應該是 都往下掉了 會掉到9以下 有機會 上個月是9.1嘛 對啊 很驚人 有機會掉到9月 因為油價也好 農產品價格也好 其實6月以來跌幅很大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通膨的環境壓力沒有那麼大 但是因為有生了很多嘛 目前美中的衰退 就是說你看到製造業PMI 尤其中國掉到50以下 那美國的部分也往下滑 所以包括台灣製造業也 掉到50以下 所以製造業是不是說 短期的現象之後 能夠煞車值 這很重要 如果說不斷的PMI數據往下掉 這硬著陸的壓力就會出現 硬著陸 現在他的硬著陸 現在只是想要在軟著陸 跟硬著陸之間選一個 對 希望軟一點 對 希望軟一點 太硬的話 我說實在這個股票市場的壓力都很大 另外一個呢 當然這只有台灣 環台的軍演 為什麼今天沒有量 照理說 不是說你演習到八月七 本來到今天結束了 結果繼續延長 甚至在黃海 波瓦海要演習 大家就擔心了 會不會怎麼樣 所以量就不見了 這個東西呢 可能真的要讓這個 所謂的軍演的一個消息面 能夠慢慢的退卻 這個我們看下去 但是最近的消息面呢 確實這一塊呢 會造成大家不大願意進場 很重要 那當然呢 為什麼外資會賣 禮拜五買那麼多 今天賣了對不對 那這裡面 一定純粹是真的外資嗎 這第一個 大家想一下 或許有些是假的 這個大戶主力 上禮拜五沒什麼特別 大家就一口氣 有盡空力嘛 全部進來買了 今天看起來呢 好像繼續的演習 我就調節一些 不大願意進場 另外一個呢 就是跟FED 鷹派的講法有些關係 所以美元只是最近往上拉伸 所以呢 外資有點 稍微調節一些 但是不是賣很多 我覺得還好 可是今天現貨是沒有賣很多 期貨可是賣很多 待會兒要講 對 多當後 你了解 這個很恐怖 好 電子法說 這個法說呢 其實最近很多電子股法說 真的是法會 這個當然庫存的問題 這禮拜很多電子下游 就很重要了 他們的看法 到底要多長去消化這些庫存 會影響我們整個大盤的變化 尤其電子股 好 而且是重量級的電子股 對 沒錯 我們剛剛講電子五個都要參加 都在這個禮拜 所以目前看起來 說起來恐怕會比較不好聽嗎 感覺上應該不大好 第三季的壓力 其實可能忘記不忘 好 剛好都下半週 對 下半週 還有一個MAC在調降台股 禮拜五 八月十二號 新陳大家都知道 會不會調降台股 我覺得這機會是存在的 因為 因為中國大陸 比重要往上拉伸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慢慢的調整 慢慢調整 所以我們有可能還是 比較偏弱視野 但是影響的金額都不會太大 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是外資的態度 到底要不要匯出去 這才是最重要的 這是很多的變數 好 這個禮拜剛好今天嘛 我們看台幣 其實一支是堅守三十塊錢不再扁破 所以呢 感覺上好像沒有再扁破三十 至少是大家放心一點 但是是很接近很接近 看差那麼一點點 又要破了 所以今天外資又轉賣了 剛剛講外資賣超這個柱狀圖 你看前一天大買兩百四七 今天是小賣 不要以為這只有小賣 期貨賣很多的 待有會說 這怎麼看待他的態度 好 另外呢則講到籌碼面來看 其實融資最近是很觀望 也已經退了一波之後 有時候小進小出 小進小出 也沒有在這裡太明顯的進出了 但是關股跟投信是續買的 這個籌碼來講 會不會是台股的穩盤重心 當然穩盤重心在關股跟投信這一塊 畢竟內資的部分是比較有信心一點 當然有一些政策面的偏多 所以這個是穩住 打他萬物一下 拉下去 就有一些買盤進來 其實就來自於關股跟投信 另外一個呢 融資的觀望 我想前一段時間我受傷了 有些賞戶就退場觀望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來看的話 就算是大戶用融資呢 目前很多的變數 他可能用的進的就比較少 所以造成融資的比較觀望一點 還在療傷啦 對 還在療傷 沒有那麼快 沒有 說實在的需要一點時間 而且外資呢 以下多以下空 我說實在的很討厭 所以指數就上上下上下 我才說變數那麼多 他可能就先盤在這裡 當然排斷這邊為什麼跌不下去 其實台北股市也有優勢 為什麼 在哪裡 目前MZCI台灣指數的本益比 只有11.8倍 這是低於10年的平均 是不是太低了 對 我們平均 我們本益真的很低 股價淨值比也是低於10年的平均 也都很低啊 而且我們的股息質率還接近4.89 接近4.9 快5% 算是優勢的 算是優勢的 所以我們的本益比也好 股價淨值比也好 還有股息質率其實是有優勢 所以我們現在蹲低呢 我說實在的 或許有點躲飛彈 躲這些變數 那麼多的變數 這些慢慢釐清之後 這禮拜很多 釐清完之後 下禮拜中旬以後 下旬以後呢 可能力道上就有機會轉差 只要是正向的話 至少電子法說很MZCI 這禮拜一定會過去啦 就過去了 那其他就是慢慢來看 但現在看起來 蹲低躲飛彈是好事 有這個優勢的條件 還有一個高股息 這也是外資 為什麼捨不得走的原因 解燦解走 但是呢 也講那個問題 那今天我們看台股有很多個股 還很強喔 在量縮當中還很強喔 接個股來看看 能夠站在八月份高點的 這幾天這樣的強勢 有波若薇 遜周光環 中壘網通股 光通性很多 原泰光盛滑通台端 再來補成面板股的友達 航運股的長榮 另外又來一個網通股的核心控 能夠力守八月份高點這些個股 這怎麼看 是因為這些個股跌升呢 還是因為真的題材很好 第一個題材也不錯 像網通今天那麼多那麼強 最主要就是說我第三季是旺季 而且第二季角出來成績單呢 都比第一季好很多 很多轉虧為盈或是大幅度成長的 這些呢在反映它的基本面 甚至你看到一些這個太陽能的族群 就是題材性啊 或者是剛剛看到滑通 這也有這個所謂的這個iPhone的題材 業績也不錯 那原泰呢 可能那麼NFCI的成分股 大家在猜測 可能要加入對不對 這次會調進去 對 所以最近股價要特別強 今天十塊錢 對 漲滿多 漲滿5% 那這種在NFCI調整之前 如果消息已經知道了 今天又漲十塊 追嗎 搶個短就好了 可以搶短 搶到這個宣布之前 對 禮拜五那天就不能再追 應該就不行了 當然它中間可能會震盪 漲多之後會拉回 你看上禮拜就先偷跑 最近有點偷跑了 我說實在的 今天到明天其實就有壓力了 錢不過高點就有壓力 兩百一十二塊 對對對 就會有一些壓力 所以在追高的話 風險性是有 漲它壓回來 一定會不可能每天漲 有整理的時候 或者是不大漲的時候 橫盤整理的時候 要進去再進去 好 這好像這個禮拜 NFCI的調整 有兩檔會被剔除 兩檔會進來 進來的其中一個是元泰 待會我們再告訴大家 哪些還有一檔要進來的 但被剔除的也會講一下 另外呢回到剛剛那一章 也看到個股族群當中 如果這是題材股 但是我們剛剛看到整齊的族群 是網通跟光通是 今天很強 這些個股的強勢 投資朋友可以追強股嗎 如果在量縮當中 又有那麼多的內外變數 夾擊可以追強嗎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還是要看位階 我舉了一些例子 給大家看一下 我想跟大家講 光通訊跟網通 我又挑了三檔 華新光波羅威跟中蕾 今天這三檔最強的 最近最強的 那其實基本上 你看這是第二季的EPS 華新光0.63虧轉銀 這個轉機性 波羅威呢 這個第二季單季賺兩塊錢 從賺零點多跳到兩塊錢 跳那麼高 跳很兇 中蕾呢也是QOQ成長的 第二季有1.79 等於說他們的成績單 都是第二季比第一季好 非常好 而且第三季呢是OK的 我們看一下 華新光的多方缺孔不要失守 可以偏多操作 我們看一下 這牆很強可以追啊 對 這個多方缺孔很小 剛好是在警線的位置點 跨過來有沒有 所以未來這邊只要不失守 剛好不是叫明天我去追他 因為今天有鏈 刻意要拉上去 這個缺孔不要破的話 都可以偏多操作 今天是帶量跳高的 而且還留那麼長的尾巴 這是很強的推身支撐 沒有錯 但是呢 今天我回來測 有點要測這個幾線的位置點 盤中有打下來 才會拉一根下一線 這種怎麼做 這種的話 今天來看的話 明天只能開高不能開低 開低的話 你可能就稍微保守一點 開低不能減 先不要 他一定會再回來測一次 所以因為拉這個 有點很硬拉的感覺 所以明天呢 如果開高 他可能續攻 但是呢 跟五日線正怪力又太大 你去追他風險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說 等他回來測一下 這個多方缺孔 剛好是警線位置點在留意 好 講說這個明天如果最好是開高 對 但是開高你就不敢折 對 但是只有人就要開始逢高 先調一浪 那沒有的 最好他開低回來測這裡 你就可以減了 好 這我們要講 要不要怕追高 對 但是這些強股 是不是不用怕追高 也有操作的方法 對沒有錯 除了華新光波若薇 波若薇 波若薇今天也漲停 6月6號的景線 這就是這個景線的位置點 這個不要破的話 就是一個多頭可以續高 但是一樣 五日線在這裡對不對 今天62塊有沒有距離很遠 五日線現在在54塊 差了8塊錢 正怪力很大 很大了 所以今天帶量 是沒有錯 紅K棒很強 但是過去紅K棒一拉 就整理了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所以今天大家很火熱 我還是不要 因為正怪力太大 你去追高的話 風險真的比較大 持有的人 不要爆炸量 開高走低的話 就不用急著停力點 中期的角度 就看這條景線 今天算是持有的人 還可以安全續爆 對 因為爆炸量沒有太大 上影線 對 但是明天你要注意 如果這種開高 拉得很高 一開盤就往上拉的話 會不會有人出貨 一開盤就爆炸量 就要小心一點 好 這是我們看到剛剛這兩檔 勾示光通訊網通的 中壘的部分也是 中壘今天好像就比較 有一點震盪 震盪 震盪 在盤中的部分來看看 收盤還是漲停 還是有漲停 那就不錯 可是他手在100塊以上的話 他已經沒有上面的壓力了 對 沒有錯 上打無壓 但是我講一個 因為好不容易 我今天藏宏突破了 佔上100塊 100塊是一個整數關卡 如果說短線上要續強 100不能破 如果說你是在低檔買的 我是強短的 100塊如果破的話 我就停利點 只差一塊而已 就是說那個是心理關卡 但是政策操作來看 我說實在時間我們看長一點 時間看長一點 基本上過去上升軌道 大概有沒有看到 我這樣切過來的話 過去是這樣吧對不對 上升軌道上去 這個大概就是紅K棒的一半 未來不要把紅K棒一半吃掉的話 基本上他就維持一個多方的架構 所以剛好差不多就是100 對 將近很接近 這就是100能不能守住 是他的一個強勢的一個指標意義 100塊錢 這是中壘 那記得100 好 胡連滑通 我想胡連就是投信在認養 他突破了收斂三角形 而且第二季還沒公報 基本上我看營收應該不會太差 我們看一下 6279的有沒有看到 整理很久了 今天突破了 所以突破之後 我覺得剛突破 通常看一下 過去也是整理整理突破 有沒有一段 如果照這樣的話應該有空間 所以不用急著停力 可以續爆 但是如果萬一把這條頸線 給跌破的話 就是要停力出場了 好 所以這樣的個股的部分 追還是有空間 對 還有空間 但是開太高一樣 因為現在輪得很快 當天如果我開5% 你追不追我不敢 不敢 我一定不敢 所以是今天的強股 在量縮當中居然這麼強 待會兒我們會再講滑通 在法人進出當中來檢視的話 來看看強勢強股 到底怎麼追 敢不敢追 要不要追 謝謝建成 好 那剛剛這樣講 也看到今天台股 在本週可能要面對的變數很多了 但是有些個股 可以先跳出來 這些個股跳出來的話 到底現在怎麼做 先告訴你 待會兒回到現場告訴大家 說iPhone14真的要來了嗎 那蘋果有沒有香香的味道出現了 這個禮拜重頭戲 電子五哥都要開法說會 但是說的是實話 還是說不好聽的話 這時候該怎麼做 待會兒告訴你 特別是鴻海法說 馬上回來